两个月以前把它卖出去了 植母队 一万块钱 那个朋友又卖给一个龙库 结果那个龙库 一直到现在没给钱 昨天就把它拿回来了 800多斤的牛 为了两个月 瘦成什么样呢 做人还是要讲点程序 这样露才走得宽 答应的是一个月给钱 结果两个多月还没给钱 现在牛瘦了差不多100多斤 这头母牛 所以搞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所以我奉劝 这一类人 如果你想养牛 你就认真的去养 把牛养好一点 那顺畜就是饿瘦的 本来就是带着牛头去的 那营养需求绝对要高 牛没跟他喂饱 那个牛不瘦才怪 一万块钱都不舍得拿出来 你说你养什么牛吗 养牛虽然门槛低 但是也不可能低成这样 让你空手套白狼 这个牛都过去的时候 差不多200斤左右 你看瘦的跟什么一样 都维持刀背了 你看我们的牛肚 多漂亮 等于是我们这一对子母 给人家练了一下手 中间那个朋友是一分钱不亏 我们等于母牛 亏了100多斤 这个牛肚 涨是涨了 但是如果到我们这里 你还可以挂个80到100斤肉 没问题吧 牛肚都这么大了 那个母牛到现在也没配 你说真的是扯淡